以色列炸死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多名领袖 忍无可忍的伊朗决定报复 星期二发射百多枚飞弹轰炸以色列 更扬言如果以色列反击德黑兰会以 更具毁灭性和破坏性的行动回应以色列 伊朗星期二对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展开大规模空袭 整座城市防空警报大响 就连耶路撒冷和约旦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一方宣称伊朗向他们发射了超过180枚导弹 不过全都被以军的防空系统拦截了 伊朗革命卫队则宣称 他们这次第一次使用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 九成的导弹都成功击中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炮轰伊朗这番举动 简直是大错特错 强调一定会让伊朗付出惨痛代价 不过伊朗根本没在怕 表明已经准备好应对以方的报复 请问您说明明昵得更多钟 请您看看